经过前一夜的绚丽刺激 今天一早又回到八卦台地 这一片附属平和的宏土地上 反差这么大 竟然完全没有调适不过来的情况 看来一场铁水飞溅的戏敌 真的把年节气氛用完了 大伙可以安心回到工作岗位 这里是八卦台地的最高点 景观和生态都有独特 想一探究竟 当然得找在地人带路 看到老鹰就知道到了 张大哥你好 欢迎麦导 张大哥好 这是来到南投市旅游 听说要来你这边 就要看有一只老鹰 还有鹦鹉 公鸡 拆了很多 其实是老鹰 是老鹰 其实看起来 其实也满符合金领是鸡鸡鸢 对 很多的南村应该猜是公鸡 对 还以为说我们特地会金领的鸡鸢 特别设立的 真的 当初怎么会立一个老鹰在这边 因为三月底四月初 在南部过冬的南鹿鹰 会沿着八卦山往北 都在这边栖息 所以老鹰是我们的意象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地标 对啊 八卦山这边算是一个赏鹰的顺地 对 而且到我们的三楼 可以看到整个桑花的平原 视野相当的广 还是我们现在就上去看 好啊 走 先上去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爬上平楼 快点 这个 这边视野好 对啊 这真的是灯高望远啦 一目了的 桌上真的很平 在八卦山 刚好是这块平台地 是找不到这么平的地方 种了很多农作物 像这边的话 就是红土咖啡 还有茶园 茶园 对 对 这边呢 这边有山药 还有凤梨 还有姜 土壤的颜色不太一样 是红土 红土 这特别含铁纸 所以种出来的农作物 风味就不同了 这红土咖啡 是因为这样而出名 像这边是农亭 那边看得更远啊 对 那边就是 我们整个彰化的平原 我们还可以看到高铁 整个色头乡 视力好的还可以看到船 对 真的啊 那这里看夜景应该也不错 对 尤其这边光害不大 所以这个夜景的效果更棒 恒山这边 算是八卦山脉的高点了 对 那这边又是 是在顶楼 所以这边视野是非常的不错的 对 所以来这边拍照也很好 有人特别来拍婚纱 真的 拍婚纱 约明天要来的 那像什么样的气象景观 很特别 下次有机会再来看 现在这个气象景观 有时是早 当然如果再住台北 要不然早上七八点来的时候 那个光线的光影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 都认为那个时段很好 那当然还有一个是傍晚 夕阳要嬉笑的时候 好 找机会 对 再来好好欣赏这个美景 快点 小工好 张大哥 谢谢 谢谢 这边吃饭真的非常气愤 因为就在这个田中间 旁边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田 看到庭园 这个我们恒山的在地特色 张大哥今天帮我准备的是德国猪脚 这看来 这看来就非常可口 那张大哥你今天你自己吃什么 我这个南瓜锅 南瓜锅 对对对 都是我们在地食材的 这个是师傅特别的料理 这样子啊 对 这样看一下 像我这边这样是一人份吗 对 是一人份 一人份 所以我们腰烤面包 还是都免费供应 还可以蓄 这可以 如果吃完还可以再蓄 这个面包这样子 这一人份会不会太大份了 客人也是这么说 不过是我们的诚意嘛 我们不怕人吃 不怕人吃 真的吗 这样沙拉也一人份 真的很豐富 那准备像除了德国猪脚之外 我看到还有面包嘛 这个排烧的面包 还有饭 还有我们姜姜饭 姜姜饭一定要特别的介绍 这是我们的这个招牌 就是师傅用这个老姜去爆 然后晚上再拌这个饭 很多客来 就是就一定要指定这样 很香 很像有那个麻油的味道 有就拌麻油 回去的时候很多客人 还特别是要求再外带一份 爆的要花两三个小时 真的喔 才会像那个香的入味嘛 很香喔 真的好好吃 有那个麻油 那个香味 很棒 所以这里有点中西合并的感觉 对 这个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特色吧 特色喔 这个中西合并 刚才跟江河 要很有诚意这样子 那里面就是 尤其是南瓜 南瓜我们这个恒山就叫南瓜了 所以这个南瓜是我们就我们在地的 这个龙特产品 那应该是 我也要一个 麦导来试试看 这样喔 谢谢 这个我们这个 里面还有 还有口福 还有这个 吃德国猪脚要吃这个南瓜 南瓜丁 这个 有看到南瓜 还有两种瓜是不是 芋头 就主要是南瓜 这个 这个是地瓜 地瓜 所以它是南瓜加地瓜这样子 对 不过是以南瓜为主 谢谢 那那个也一起来 好 来 现代人讲求吃的安心健康 希望吃到食物的原貌 而不是加工品 在这里不但吃的是食物原貌 而且食材就在窗外的农田里长着 一盘猪脚 猪脚分量足 处理的皮酥肉嫩 配菜也是花团紧促 量多 品相也多 无论配菜调料也都一丝不苟 火候滋味都很到位 还有几样酱汁 据说是大厨独家配方 细节不能透露 张大哥在食物的分量上展现诚意 大厨则是手艺精湛之外 显然也和做摇烤面包的师傅一样 对料理充满热情 原来八卦台地上 人们诚恳和气 却在工作投注热情 话说回来 我们不能只顾吃吃喝喝 南投有它值得探究的文化底蕴 有趣的是 有个海边才有的艺术活动 南投却在猫螺西畔把它办得很出色 今天是非假日 还弄顿来到这个沙雕山这边 观赏 是 局长新年快乐 欢迎你 新年快乐 局长我们一般看沙雕就是在海边 是 那我知道台湾就是 就是南投没有靠海 也可以办沙雕山 对其实我们原来也曾经在这个猫螺西的河畔 在清水区里面我们也有办沙雕战 但是那个都是短期 短期性的 大概就一两个月 从过年到元宵这段期间 但是因为你投入的资金 跟人力其实那是一样的 那受到这个季节的影响 可能大水一来之后就全部通通被冲走 化为乌有 所以呢我们林明珍县长 他认为说既然花了那么多钱 花了那么多的这个力气在这里头 那应该让他这个展期可以长一点 所以呢他就土法奇想救 希望能够把它移到土地上来 那正好呢 我们在这个河堤旁边 有高速公路 那这个桥下本来就都是闲置的土地 把这个闲置的土地拿来做充分的利用 那同时又能够在这里建置一个 比较常态性的展览 那一展就可以展一年 那这样呢可以发挥它更高的效益 因为没有靠海嘛 就没有沙子 那像这边的沙雕斩的沙子要怎么来 对 这个坦白讲就是我们南投的得天独厚 南投的这个沙 算是我们特有的资产 在茂罗西里面这种沙非常的多 而且这个叫做黄金沙 一般的那个沙子它是带一点黑色 那我们这个沙子带一点黄色 金黄色呢就是里面它带有一点泥土 就是沙跟泥土它是混合在一起 泥土它是带有一点黏性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做沙雕的话 几乎不用再添加任何的人工化学药器 非常的符合环保跟生态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沙子用完之后 再让它回归河流 再让它回归大地 那完全不会影响到生态 沙雕斩群非常大 而且利用高处公路 当作天然的一个土壤 是 这区域真的非常的大 如果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门 这个就是南投之门 它是一个入口影响 这个造型是我们南投的logo 那它是代表南投有很多的高山 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引导大家来进入南投之境 我知道说这边就是代表南投 因为我看到玉山祖峰 玉山祖峰 这里 我们要看我们台湾最高峰 就是玉山祖峰 对 这个杯子要爬两天才会上去看得到 然后这边半天就可以看 是啊 玉山祖峰不只是南投的地标 可以说是台湾的地标 对对 如果说没有机会可以去玉山正式登顶过的话 那来这里拍一张照片 那就把它带回家做纪念 那这座玉山跟上面这些字 跟玉山祖峰的那个整个玉山祖峰 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等于是如法炮的字 它是一个缩影 对 它那个字写的跟我们在玉山祖峰看都一样 是 那是同一个人写的 同一个人写的 同一个人是什么人 那是民国78年到86年 担任八年南投县长的林元朗先生 老县长的哥哥更有名 担任过司法院长的水牛伯林阳岗 两人都有一口亲切的南投口音国语 同时也是南投人眼中永远的老县长 除了风格独具的政治人物 南投拥有最高的山 最大的天然湖泊日月潭 还是最长溪流浊水溪发源的地方 而台湾的地理中心也在南投 拥有这么多地理特性 明山盛景 当然要透过沙雕 把十三乡镇特色好好表现出来 创作者更不忘把南投孕育的 特殊生物捏速呈现 山椒鱼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 虽然塑造得很像 但放大之后有种卡通感 别有一番趣味 除了沙雕灯会 今年元宵 南投还推出适合小朋友参观的恐龙展 沙雕展期一整年 恐龙展到五月 现在去都还来得及欣赏 不能否认 MIT台湾剧多年来对南投有些偏爱 今年灯会在这里度过 走入此门 愿大家平安顺利 今年南投的山水 依然会有我们的足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